由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所举办的 洞健康中小学班级跳绳擂台赛 近来在新庄体育场盛大登场 副局长蒋伟明亲自到场 为3600位选手加油打气 这次的比赛分为了国中小速度及耐力组 将近123队参加比赛 竞争可以说是相当的激烈 为了赢得胜利 报名参赛这场跳绳擂台的选手们 无不使出各项绝技 希望抱回冠军奖座微笑争光 由新北市教育局所举办的 洞健康中小学班级跳绳擂台赛 23号在新庄体育馆盛大登场 副局长蒋伟明亲自到场 为3600位选手加油打气 今天有76校120队的各校的跳绳队 来参加我们的擂台赛 是身况空前 这也服应了今天报纸上 在六分方中我们规律运动人口的比例 是新北市是最高的 希望各位发挥跳绳专场 比赛分为国中小速度及耐力组 将近有上千位的选手 报名参加比赛竞争十分激烈 可见跳绳运动已经深入普及新北校园 然而面对这场跳绳擂台赛 看到各校代表队实力坚强 来听听参赛选手们的想法 陪同比賽的教練則一直認為 跳繩運動不限空間 除了要有耐力之外 更能夠培養同學的專注力 還有團隊合作精神 中小學班季跳繩擂台賽 每次都超過有百對報名參賽 也掀起校園離坡玩運動的風潮 教育局希望有更多的學校 能夠投入這項 有益身體健康的運動行列 記者黃宥賢新莊裁縫報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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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